每晚八点聆听读者 早知道身体这副样子 当初就不熬夜加班了 早知道现在行情这么好 当初就算是吃再多的苦 又算得了什么呢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时候 等到事情尘埃落定的时候 回首曾经总会忍不住懊悔 如果当初这样那样 如今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但时间都没有后悔一样 只能哀叹一声 当初要是能早些明白 该有多好 如果早知道 可能就不会错过 如果早看透 可能就不会晚心 人生后半场 这几件事 你越早看清 遗憾越少 没有什么比家人更重要 前几天跟姥姥打电话 她不小心说漏了嘴 我才知道老妈住院了 关了电话后 给老妈播了视频 老妈没有想到 我已经知道她生病的事 解释说 也不是啥大病 医生说就是上了年纪 得了一种慢性病 她说 我去看医生就好了 告诉你 也只是让你担心 听了老妈的话 我一方面有些生气 其他生病了 这么大的事也不告诉我 另一方面 也有一些懊悔 因为之前好长一段时间 每次跟老妈打电话 她都催我找对象 有时候被催烦了 除了在电话里 故意顶撞她 也会下意识地减少 跟老妈的通话次数 现在想起来 心里止不住地后悔 后来上网查了老妈的病 资料里说 这种病多发生在 五十岁以上 在老年人中 发病率为百分之一 到百分之五 看到老年人 这几个字的时候 脑海里突然划过 如果老妈不在了的念头 仅仅只是一个念头 眼睛已经开始反酸 俗话说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 只剩归途 好久之前读到一篇文章 文中写到了 作者的父亲的爸妈去世了 平时善一样的父亲 那一刻 却哭得像个孩子 他说 从今以后 我就是孤儿了 年少时 心大天大 常常觉得 离家越远越好 搜求的东西 也是不胜其数 后来慢慢长大 心变得越来越小 小到 只能融下一个家 所求的 也不过是 家人健在而已 我们常说 做父母 是有有小气的 其实 何止是 做父母 做子女 做爱人 做家人 也是有期限的 往后的日子 工作再忙 也别忘了抽时间 陪陪家人 听老妈的虚导 听老爸讲 他的人生经验 听孩子抱怨 功课繁重 听爱人 说工作上的 欢喜与枯燥 人活一辈子 最重要的 不是车子 房子 票子 而是推开家门 发现 一家人都在 他们笑着说 就等你开饭了 离别是人生常识 且行且真行 周确实读过 郭敬明的 下证位置 时隔多年 早已记不清 故事里的人物 与情节 却唯独记得 这句话 那个男孩 教会我成长 那个女孩 教会我爱 他们曾经 出现在 我的生命里 然后又消失不见 那会儿还小 只觉得 这句话好美 后来长大了 经历多次离别 才明白 这话里的深意 很多时候 生命就像是 一列的绿皮火车 一路上 有人上车 也有人下车 有些人擦肩而过的缘分 有些人 冷香半树斩 有些人 羁绊 脚身 但 宋军千里 终有一别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没有谁能陪着谁 一直走到最后 可就像 有句话说的那样 无论你遇见谁 他都是你生命里 该出现的人 都有原因 都有使命 绝非偶然 他一定会 教会你一些什么 许多人说 张又怡最大的不幸 是遇上了 徐志摩 但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某种程度上 也正是 徐志摩的无情 成全了张又怡 风华无双的 后半生 毕竟这段婚姻 给张又怡的 不只是 苦不堪言的经历 还有 这只死地 而后生的勇气 离开 徐志摩后 张又怡先是入 培斯塔洛奇学院 攻读育儿教育 回国后呢 他又去 东吴大学 教德语 之后还出任 上海女子 商业银行 副总裁 与此同时 他还开了一家 名为 云上的服装公司 一时 威风八面 是想当初 倘若还跟徐志摩 在一起 张又怡的后半生 大致还是要 陷在婚姻的 泥沼里 我们这一生 要遇见很多人 有些人出现在 生命里 只是为了 给我们上一课 比如 喜欢的人 教会了我们爱 爱错的人 教会了我们放下 不喜欢的人 是让我们 懂得了成长 或许会很痛 但每一段经历 都是有意义的 他像一餐 一饭 填充着我们的生命 支撑着 我们的成长 让我们懂得更多 理解更多 生活中最怕的 不是犯错 而是 犹豫不决 为什么我读过 那么多书 听过那么的道理 却依然 过不好这一生 我只想说 人生不是读出来的 也不是看出来的 而是 活出来的 读书 或者大把的道理 只是方法论 最重要的 还是要一步一步去走 去尝试 在实践的道路上 通过犯错 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道路 最后才能找到 自己的人生答案 现在 收集收藏 没有人不知道 马卫都 但这位被誉为 中国收藏界的专家 也并非一出手 就是高手 有次与成龙 一起录节目 马卫都说 自己年轻时 也曾有过 买红木条 被调包的事 但如今想起这件事情 马卫都 却淡然地说 正好比我们每个人 都犯过最简单的错误 我们一直都是在 错误中前行 因为有错误 才能找到正确 包括成龙先生 我看到过他很多片子 从年轻到壮年到中年 整个心路历程 实际上是在 不停地修正自己的 一个过程 《目光之城》 里面有段毕业演讲 我觉得现在不是 做出艰难而仓促决定的时候 现在是犯错的时候 登上错误的列车 困在某处 坠入爱河 一次又一次 逐旧哲学 因为那是最美前途的专业 改变主意 再返回 因为没有什么 是永恒的 所以尽可能地去犯错 那样呢 有一天 当他们问我们 想做什么事 我们不需要想 因为已经了然于心 古人说 唯一改过为能 不以无过为归 生活中最怕的 永远不是犯错 而是犹豫不决 因为有时候 一旦错失 可能就是一辈子 喜欢一个人 就应该赶紧表白 没有谁会站在原地等待 想实现的梦想 立马着手去做 岁月让人成长 也令人蹉跎 没了当初的勇气 想见的人 穿越过海 也要去见 没人知道 明天很意外 哪一个会先来 每个人的成长 都是一个不断犯错 不断改道的过程 经历了 犯过错了 明白了撞南墙的痛 才知道 哪些路能走 哪些路不能走 有些道理 年轻的时候不懂 或者不屑懂 等到长大了 经历的多了 逐渐明白过来 却有些晚了 后悔家人在的时候 没能好好陪伴 遗憾当初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用力去爱 没有尽力去珍惜 可惜 在最应该犯错的年纪 躊躇不定 犹豫不决 生活只有一次 过去了就过去了 不能重来 往后余生 愿你我 既能重新出发 肆意活着的时候 也别忘了珍惜 身边的人和事 这样 当我们回首往事的时候 至少 不会有 太多遗憾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为大家 分享到这了 关注读者新媒体 一起成为 更好的读者 我是小萌 祝大家晚安 感谢观看